我今天不真修 那就不得了啊 我害怕了 我恐惧 为什么 我现在才真正了解 许许多多人在做三十七年佛寺 做这个超度佛寺 甚至在做这个大佛祭 书文里头都用净空法师做主法 我要不认真修行 这个仗不得了啊 这些众生没得度的话 仗都算在我头上啊 我看着这个害怕 只有认真修行 把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你们 回向给一切众生 明阳两立 我现在知道 你们每一做一场佛寺 都给我带来的压力 这个压力也好 鼻子说 鼻子我不能不真干 全心全力的真干 我们今天在大臣教里面 学了这么多年了 正物虽然没有啊 节物有一些啊 我们理解 我们明白了 怎么明白的 不是开悟的 经教念多了 听世尊所说的 听菩萨所说的 听祖师大德这么讲的 我们从这里明白了 见识烦恼完全断掉了 佛福不单到头 佛福是一体啊 弥陀做了 怎么通通都把这些 未能得度的众生 全部都送到极乐世界 这不是好事吗 所以受放三世诸佛如来 都变成西方极乐世界的宣传员了 都帮助阿弥陀佛 去招生了 去介绍啊 推荐啊 都干这种事情 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啊 把这种殊胜状况告诉我们 劝导我们通通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归于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他不嫉妒啊 他不障碍啊 不但没有嫉妒障碍 他成全你啊 你们想想 这意思都是 啊 这个意思都为妙 来教导我们 啊 为什么呢 嫉妒障碍 是非常严重的烦恼 哪个人没有啊 过过都有 这个烦恼是 余生俱来的 如果你说你没有嫉妒了 那你就成法神菩萨了 阿罗汉 全教菩萨 虽然没有嫉妒 那个嫉妒的习气有 啊 嫉妒的行为没有了 习气还有啊 供高五慢 嫉妒习气都断尽了 是什么人呢 法神菩萨 原教粗诸 别教粗地 这个时候 分别执着的习气 断尽了 啊 三 社报庄严图 他还有五名习气 这就是 社报图里面的 四十一个阶级 啊 那你要晓得 这里面 决定没有 禁尸的习气 决定没有 成杀的习气 啊 只有五名的习气 那个不重要了 他不爱死了 啊 要知道 这个嫉妒 傲慢的习气 爱死 他早已 啊 他赶得的果报 十三度 所以这 很可怕 啊 诸佛如来 这个表演 让我们 真正看到 一体 啊 整个宇宙 是一体 哪个人 做都一样 啊 别人做 他还挺辛苦的 挺累的 啊 我们在旁边 随习赞叹 啊 修随习功德 你是这个多自在 啊 不必那么辛劳 功德呢 功德是平等 为什么平等呢 自他不二 身负不二 阿弥陀佛 自信 我们今天这个夜报神 是自信 夜报 没地开自信的 是一不是二 啊 弥陀做 跟我做 有什么两样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 不懂 你还早已 所以 地藏经上 菩萨讲得好 一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是义 这说得不好听 你说 无不是罪 你造作是罪 不造作 你齐心动念都是罪 这什么念头 那个念头是烦恼稀奇 是贪嗔痴慢 是嫉妒障碍 他有这种稀奇在 如果不是真修行 稀奇现行 果报就现起 真修行说 在生活当中 把这些不善的稀奇 磨掉 磨掉 善才童子 给我们表演的 烈死 恋心 世俗 这些事情 你在这个地方 就磨练 把你的真心 磨出来 实在就是烦恼稀奇 统统放下了 我这个 烦恼稀奇 淘汰 淘汰 尽了 你的真心 就显出来了 真心里面 无量无边的 智慧的相 这是你自己本有的 你并没有丢掉 现在这是 你一世而已 佛菩萨 大慈大悲 帮我们唤醒 还帮助我们恢复 随念功 在实地讲的话 对呀 圣得难死 福恩难报 怎样报法 一教修行 就是真报 你们不肯真修 情有可遇 我今天不真修 那就不得了啊 我害怕了 我恐惧啊 为什么 我现在才真正了解 许许多多人 在做三十七年佛寺 做这个超度佛寺 甚至在做这个大佛期 书文里头都用 净空法师做主法 我要不认真修行 这个仗不得了啊 这些众生没得度的话 仗都算在我头上啊 我看着这个害怕 只有认真修行 把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你们 回向给一切众生 明阳两立 我现在知道 你们每一座一场佛寺 都给我带来的压力 这个压力也好 鼻子声 鼻子我不能不真干 全心全力的真干 阿 尼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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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